在县府全车单位承办人员会同下 医院林芳瑜来到了位于铺利镇 水头离中正路通往麒麟里这个地方 要进行排水沟的会看 经过实地了解 原来这个地方长期水患的问题 就因为两旁的水沟宽度过载 根本无法排出来自上游的大量雨水 时代不晓得多久了 所施设的一条两侧的水沟 都是蛮狭小的 只有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水沟 深度虽然够 但是它的宽度是明显不够的 因为这个水沟的排水量不足 所以造成我们一到下雨天 下游的这些住户 都会常常有淹水之苦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侧沟的宽度 深度不够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现场中医院林芳瑜是很积极的 向县府承办人员争取改善机会 不过目前因为县府才正面临困难 现阶段可能无法马上动工 一员林芳瑜还是希望县府 至少先处理一边的水沟 而看到了垃圾杂草的问题 这人必须由在地居民来协助 防汛期来时还是下大雨之前 我们这些住户都能够针对自己前面的这些排水沟 做一个清理清洁的工作 因为有很多的是有一些杂草 一些障碍物阻碍了水流 所以才会造成堵塞 造成水流不通 所以这方面也希望说在住户这方面 能够自己自我管理 能够自我清洁 自我整理 不要什么事情都仰赖政府 仰赖公权力的话 我相信这还是很不积极的 由于这地方水化问题 长期让居民是被感困扰 因此副一长叛逸权 呼吁宪服全责单位 请尽速协助改善 以维护行使民众以及当地居民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